2017 京畿年报到 纽约法拉圣中国新年大游行 将会在2月4号年初八盛大登场 预计参与人数会超过1万2千人 而中美游客将会多达10万人 双双创下新高 也要把这华人传统过年习俗和文化 来做一次精彩的呈现 游行一定非常成功 因为我们很多很多的人 团体愿意赞助这个游行 还有很多医工来帮忙 今年是基连 希望这个基连的游行 比以往更加成功 新的总统选举过后 每个人都不知道新的政府会怎么做 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 一个华人 我们只想证明一件事情 从我们的文化的游行当中 证明我们存在的价值 从1996年开始 法拉盛新年大游行 已经成为美东地区 最大规模的新春活动 主办单位估计 今年花车数量会增加到25台 而表脸人数更是高达1万2千人 比去年增加两成 将会打破历史记录 为了防止活动变调 今年的游行 一律谢绝展示政治口号 或是任何标语 也严禁展示美国以外的国旗 有兴趣参与的团体 请在20号以前 向华商会来报名 请在20号上